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经文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一起来读吧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学生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 仆人和主人一样 也都罢了 人既罵家主 家主是别习父 何况他的家人呢 这个话罵得很毒的 耶稣部这是鬼王的意思 罵耶稣是鬼王 就是我们跟随他的 这是小鬼 这个是非常 很不好的一个 五路的罵 那耶稣听过这些话的话 耶稣继续的来对门徒 来提醒 在末后的日子 服侍族是艰难的 有来自敌人的攻击 有来自家人的反对 甚至被陷害 你看前面一段的经文 就很清楚了 在末后的事件当中 那么可能你们问 那为什么侍奉主 怎么多困难呢 其实坦白说啊 弟兄姐妹 侍奉主困难 在世上工作 在世上生活没有困难吗 一样有困难 对不对 不做传道人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工作 在工作中 有没有困难呢 一样很多困难的 为什么侍奉这没有困难呢 一样有的嘛 况且前面耶稣也提到了 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 主耶稣拆派他们的 还先经过耶稣拆派 应该很顺利才对吧 那为什么耶稣的拆派 拆遣 还有这么多困难呢 其实我感觉 这个经文里面 应该这样看 其实我们不应该 以顺利 或者艰难 来决定 主耶稣的拆遣 反而以拆遣 来看我们的顺利 或者是困难 因为有主的拆遣 我们就能够应对 任何的情况 无论是顺利 还是困难 因为有主的拆遣 我们顺利的时候 就不会致满 困难的时候 就不会自卑 这是很重要的 拆遣来定 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情况 接着耶稣基督还说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那我们跟从主 就是要效法主 跟从也要效法的仪式在里面 以主为榜样 不能高过他 意思是连我们的受苦 也不能超越他 超过他 没有例外 耶稣遇见过了 老师遇见过了 学生也一样遇见过了 你不能超越他 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 艰苦的时候 看看主耶稣 看看主耶稣 他走过人生的道路 他被冤枉 被陷害 被藐视 被忽略 被攻击 被肉骂 被鞭打 最后被钉死 你看一连串的苦 当我们思想主 所受的时候 我们所受的 又算在什么呢 对吗 弟兄姐妹 想想 主耶稣早知道 我们将有的遭遇 不止呢 他以老师和主人的身份 来勉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今天所遇见的困难 他早已经经历过 不必他专注我们的遭遇 要多专注 在耶稣的身上 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跟从他 这就是想法他 想想主 比我们受的更厉害的时候 我们就算不得什么 对吗 弟兄姐妹 所以因此呢 主耶稣不单以差遣 来鉴定我们的事奉 他更加以榜样 来坚持我们的事奉 这就是我们跟从主耶稣 跟从这位老师的宝贵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谢谢你 你猜想耶稣基督 不单做我们的救主 也做我们的老师 让我们跟从他 不但不在黑暗里走 还得到丰盛的生命 还得到生命 侍奉的好榜样 看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利 耶稣怎么走过来 跟随主 我们一样走过去 我们所受的一切 要受的什么 为主耶稣 你在前面率领我们 能够胜过仇敌 一切的攻击 包括这些困难在里面 谢谢主 保守我们的信心 定睛专注 在你身上 永远跟随主 不改变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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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